6.26只是思考 赤脚医生是怎么垮掉的 来源 窗前一盏灯公众号 今天是6.26只是发表57周年纪念日 这个日子很特殊 因为它起愿于毛主席的一次发怒 毛主席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卫生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卫生工作屡作论述 只是与题词 特别是1944年为延安卫生展览会提写的 为全体军民服务更成为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 新中国成立后又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52年针对美帝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 毛主席发出了动员起来 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的伟大号召 从此在我国广大城乡广泛地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 在毛主席的关怀下 新中国卫生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城乡卫生面貌大为改观 人民群众的体质不断增强 各种急慢性传染病 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 并使其发病率逐年下降 人均寿命明显提高 然而 毛主席高瞻远瞩 他并不以此为满足 特别是当他发现 我国卫生工作存在着重城市 青农村的严重偏差时 他十分生气 1965年6月26日 毛主席听卫生部部长前信中汇报工作 前信中在做了卫生部工作的一般性汇报后 讲到了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和医疗经费使用的占比 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 高级医务人员90%在城市 其中70%在大城市 20%在县城 只有10%在农村 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 城市则占去了75% 毛主席听到这组数字 发怒了 他面容严肃地站起身来 严厉地说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 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 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 一无一 二无药 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 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 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毛主席发怒后 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主席指示的办法 由于毛主席这次发怒中 做出的指示是在6月26日 因此 卫生部把毛主席在这一天的指示称为6.26指示 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 使人猛然醒悟 一个6亿5000万人口中有5亿市农民的国家 长期以来 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却十分薄弱 这是多么的不公平与不合理 随着626指示的发出 如春风似的 很快传遍了城乡 几乎是家喻户晓不仅广大医务人员 而且在部队广大指占员 机关工作人员 特别是各个工厂的工人和广大农村的农民 都在热烈地传送与谈论着这一光辉指示 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与贯彻626指示的热潮 我国的医疗卫生工作 必须坚持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方向 这是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核心 是一个根本的和原则的问题 在全国就是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而在部队则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连队或基层 为了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卫生状况 这时两件新生事物产生并迅速发展壮大 一件是培训赤脚医生 为农村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医疗队 另一件是建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以集体力量解决农民医药费的来源问题 1968年毛主席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 合作医疗好 全国大队村一级设立了赤脚医生 同时建立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从此农民每人每年交一元钱的合作医疗费 每次看病只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行了 这是为中国亿万农民提供最大福利的制度 被世界卫生组织誉为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范例 以6.26指示为起点 大量城市医务工作者来到田间地头 挽起裤脚和农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形成了血浓雨水的雨水深情 赤脚医生和农村卫生员的队伍最多时达到了500万 从东南海岛到雪域高原 新中国的土地上每一个农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脚医生 到1978年 新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68岁 超过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1985年2月24日 在全国卫生会的闭幕大会上正式宣布 决定停止使用赤脚医生这个名称 今后凡经过考试 考核已达到相当于医式水平的 称为乡村医生 达不到医式水平的 都改称为卫生员 从此 赤脚医生这个名称开始淡出人们的视野 关于赤脚医生的话题 令我记忆最深的是革命前辈丑牛 与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赤脚医生 秦相关的一次彻夜长谈 他在文章中这里写道 相关已罢官退隐多年了 老家在大巴山深处 海拔2000米的高山上 时径下至 到晚间乃寒气席人 他在火炉堂里塞进了一个枯树兜 炉面的铁桌上做了一个大瓦壶 煮着山里的老藤茶 就一个话题 赤脚医生的心王 计较三遍 降官给我蒸了一盅酒 抓了一把花生米 他扎了一口酒 兴奋起来 我终于弄明白了 赤脚医生是怎样死的 1976年9月初 我和卫生部长一起去菲律宾 参加沿太平洋地区 多个国家卫生部长会议 会议的主题报告 是我做的 讲中国的合作医疗 及赤脚医生运动 讲了一上午 本来下午的会议日程是讨论 但部长们一致要求 改为咨询会 由各国部长们向我提问 我作答 部长们把陌生的赤脚医生运动 弄清楚了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人 伊美尔达当天找到我 要我留下来 帮他们在菲律宾推行赤脚医生 我摇了摇头说 不行不行 赤脚医生的产生 有两个大条件 你们没有 一个是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是毛泽东思想 我万万没有想到 这两条却报应到了我的头上 没有了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解体了 赤脚医生就断了根 没有了毛泽东思想 一切向前看 赤脚医生就丢了魂 皮脂不存 毛将淹复 是公社的公分制度 和合作医疗的集体经济 催生出了赤脚医生 同理 当公社和合作医疗瓦解后 赤脚医生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赤脚医生的断崖式消亡 对于最广大的 看不起病的人民群众来说 真是一大损失 千千万万公有之下赤脚医生 一旦成为私化的相医 中国基础的医疗本质 已经大变样了 人民群众的基础医疗 功亏一篑 被重新打回原形 赤脚医生 为复兴中医留下了火种 赤脚医生 是中医与群众路线 相结合的向阳花 赤脚医生 这个光荣的称号 名垂青史 历史与现实一再证明 只有毛主席的卫生路线 才能保障人民健康 在毛主席光辉的一生中 一刻也没有脱离广大人民群众 一刻也没有放松为广大 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至此纪念626 只是57周年之际 联系目前我国医疗卫生工作的实际 使我们更加怀念人民领袖毛主席 更加激起 对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向往 中文字幕卫生路线的向往 我们下延避的程中文就能保障 感到每一等待会有效 再重复 段如何 在往内路线的向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